好 那么下面我们要再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啊 通过自定义页面啊 让用户呢可以上传途编 那么这个怎么做啊 这个首先你要注意啊 你需要一个表单 那么这个表单的提交方式呢 必须为这个POST啊 然后呢你还要指定 它的一个编码类型 叫做InkType啊 指定为这个选项 叫做Mateupad FummoData 你只有指定了这里啊之后啊 你才能去上传一个文件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啊 就是在这边 自定义页面上传图片的话 你首先你需要一个表单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新建一个页面 我就叫做UploadPIC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上传图片 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一个表单 写上一个Fummo 好 然后在这里面呢 首先啊 它的Mateupad呢 为POST 还要指定一个 InkType 指定为Multicode FummoData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呢 给它一个文件选择框 Input 这个Type呢 我就叫做 File 文件选择框啊 Name呢 我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叫做PIC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提交 Input啊 这个Type呢 等于这个 Submit啊 Value呢 我就写一个上传 OK 那么表单POST提交的时候 注意啊 加上一个CSF Token啊 OK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页面啊 我们就先把这个页面显示一下 在这里面定义一个页面 我定一个页面啊 这个页面的Define 叫做Upload啊 上Upload吧 显示上传页面啊 写上一个Request啊 这里面呢 就是显示上传图片页面 那么这里面呢 就直接显示它啊 Return一个Render 使用Request啊 第一个传Request啊 然后呢 使用的是BookTest下面的Upload PIC 好 这样一个啊 那么然后呢 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叫做Shop Upload啊 Shop Upload啊 OK 这个呢 在我们这里面去做一个配置 加一个UILR 对应的是它 那么这个呢 就是Bios点Shop Upload啊 它的里面呢 就是显示上传图片页面啊 那么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打开之后 哎 访问我们这个页面 直接写上一个叫Shop Upload啊 Shop Upload 好 回车 好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页面 对吧 那么你在这里面呢 哎 你就可以呢 去选择一个文件 你选择一个文件 你选择之后 你点击上传 哎 它是不是应该就 期交到一个地址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设计这个表单对应的 Action啊 它有个Action 哎 你要往哪个地址去交 我写一个Action 哎 写上一个Action 这个Action呢 我们叫做Upload handle啊 Upload handle 然后啊 在这个地址对应的视图网络里面 我们要做什么 哎 是不是保存图片 对吧 哎 我们写一个对应的视图啊 哎 我也叫做Upload handle啊 那么 在这里面定一个视图 Define叫做Upload handle 然后写上一个request OK 那么这里面呢 叫做 上传图片 处理 对吧 上传图片 处理 OK 好 那么 这个时候你想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又需要分为几步啊 首先第一步啊 它上传图片 对吧 它上传图片 我们是不要拿到上传图片 对吧 我们要获取上传图片啊 获取上传的图片 好 你获取完之后 最终你获取到这个上传图片之后 它是要上传的 你要把它保存在哪里 你是不是要把它保存在这个下面 保存在这个下面 那就跟 我跟你发一个文件之后 你是不是要接我的内容 然后写到一个文件里面 对吧 所以在这边啊 你需要呢 去创建 你先去创建 一个 文件啊 你先去创建一个文件 我们要上传到这个目录下方 那你就要在这个目录下方呢 去创建一个 文件啊 OK 这里面叫创建 一个 文件 好 那创建文件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哎 获取 上传 文件的内容啊 获取上传 文件的 内容 那么 哎 并 写到 对吧 哎 写到啊 创建的文件中啊 创建的 文件中啊 文件中 OK 那么再往下呢 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上传文件内容 哎 获取完都写到里面了 那么后面还要干嘛 你比如说啊 我要保存这个上传文件的记录啊 我要保存上传文件的记录啊 我要保存上传文件的记录啊 哎 就像我们刚刚后台管理一样 你上传一个文件的时候呢 这个表里面呢 会有一个相应的 记录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需要呢 哎 哎 像数据库 在数据库中啊 在 哎 数据库中 保存 上传 记录啊 上传记录 也就保存上传图片的这个 哎 路径 对吧 哎 上传图片记录啊 好 那么最后呢 你再去返回啊 这是我们这里面的几步 返回啊 OK 那么这是你要处理的这几步啊 获取上传的图片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通过这个表单上传的图片 它在哪里啊 它在这个啊 request对象 它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叫做 files啊 files 那么 这个files呢 它呢 是一个字典 你注意啊 你可以通过 从这个files里面 根据你上传的这个图片的名字啊 图片的名字 它会给你返回一个 上传文件的处理对象 它会给你返回一个上传的图片 就是 获取上传文件的啊 上传 文件的啊 获取上传文件的处理对象 OK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的话 我们这个 名字呢 叫做pic 那我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 request the files pic 获取到这个上传文件的处理对象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获取出来是什么 我就 比如说我就写上一个pic啊 然后 我们 给大家看一下 打印一下它类型 print 写上一个type 写上一个pic OK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 在这里面 我 先把这个返回一个东西啊 要不然它会出错啊 returnendp 写上一个OK 写上一个OK啊 OK 我们这里面呢 就先写上那个东西 那么这个地址呢 配置一下啊 url upload handle 到了 对应的是 vios.upload handle 这里面呢 是上传 图片 处理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啊 刷新 好 选择文件 比如说我要选择它 选择它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点击 上传 这里时间 OK对吧 那么看一下我们这个后台啊 主要是看这个后台 你看到后台 打印出来是什么啊 OK啊 我们把这个直接给大家拿过来啊 拿到我们这个 vios里面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 OK啊 这里面给你显示的就是这个内容 class Jungle 啊 点 call 点files 点uploadfile 然后点 inmemory uploadfile啊 这是 它给你返回的就是这个类的一个对象啊 然后呢 我们下面再给大家看一个啊 比如说我在这边 刷新一下 哎 我们还是啊 访问这个 shall upload啊 访问这个页面 那么我现在呢 我要选择一个大的图片啊 这个11 11.6兆的啊 OK 点击这里面呢 上传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后台 再把这个拿过来啊 好 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啊 OK 看两一不一样 对吧 哎 这个叫temporary uploadfile啊 那么 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Jungle上传文件 它的一个处理啊 它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啊 那么 它的上传文 它给你返回这个上传文件的处理对象的时候啊 那么 其实呢 它有两种 一种呢 叫做memory file upload handle啊 一种呢 叫temporary file upload handle啊 这俩呢 它到底给你返回哪一个啊 是跟 是跟你的 上传文件的大小 有关啊 注意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就是当你在你将购里面啊 如果你上传的啊 上传文件啊 那么 不小于啊 不大于啊 不大于 2.5兆的话啊 不大于2.5兆的话 那么 这个文件呢 是帮你放在内存中啊 是帮你放在内存中啊 文件 那么 放在 内存中 放在内存中啊 那么给你返回的这个文件的处理 对象呢 就是memory 就是这个啊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in memory upload的 in memory upload file啊 就是文件呢 放放在这个内存中 如果下面上传文件 大于 2.5兆的话啊 2.5兆的话 那么这个文件呢 是放在一个临时的文件中啊 文件内容 那么 写到 一个啊 临时 文件中 好 这是它里面两种情况啊 那你注意 根据我们这里面的返回不同啊 其实呢 第一个文件呢 是因为它小于2.5兆 直接给你返回的是 in memory upload file 那么 第二个呢 是大于2.5兆 给你返回的是 temporary upload file啊 这里面你要做一个 你知道这种情况啊 就它呢 根据你上传文件的大小不同 会有不同的处理 如果你上传的文件 是小于2.5兆的话 那么 直接呢 是把这个上传的文件内容呢 给你放到这个 内存中 那么放到内存中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你再去获取这个文件内容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呢 比较快 对吧 那么 然后你上传的文件的内容呢 大于2.5兆的话 它呢 就是给你 把这个上传的文件内容呢 先写到一个 临时文件里面啊 临时文件里面 OK 那么 写到临时文件里面 目的呢 就是 假如说你上传的文件过大的话啊 它就不让你去占用过多的内存啊 OK啊 这是它的一个处理啊 这里面处理 你要知道 好 那么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个处理的过程啊 但是不管它给你返回的是哪一种东西啊 它里面 它里面都有一个方法 都有一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呢 叫做PIC点 内容啊 这个内容呢 你可以获取到这个用户上传图片的名字 哎 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下面呢 点击刷新 哎 选择一个文件 你选择它吧 我们在这里面点击上传 哎 那你看后台 哎 你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打出来一个它 对吧 哎 有了它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呢 获取上传文件的名字啊 上传文件的名字 OK 那么 然后呢 我怎么去读取 获取这个上传文件的内容呢 哎 这个PIC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Trunks啊 叫做Trunks 这个Trunks呢 它呢 是返回一个 你注意啊 它呢 是一个 它的返回值 是一个生成器 就是 每一次的话 给你返回一个啊 给你返回这个文件的一块内容 给你返回这个文件的一块内容啊 这是它 所以你可以便利这个PIC.Trunks 去不停的读取这个文件的内容啊 OK 那么 好 哎 这这两个啊 那么你知道这两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说了啊 怎么去做了 下面呢 我拿到这个上传文件的处理对象之后 我就要创建一个文件对吧 创建文件 我需要在哪创建 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目录下面创建 那我现在呢 我就应该拼出这样一个路径啊 这个路径呢 我们需要去拿到这个 My Dear Root啊 这个配置项 对吧 你配置的这个上传目录在哪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说你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引入的这个setting的某块啊 拿到这个配置项 哎 直接呢 我们就在这边就是 settings 点 哎 My Dear Root 看到没有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们拼接出这样一个路径啊 比如说我就这样啊 百分之 s 斜杠 哎 下面的book test 然后下面呢 再来一个百分之 s 这百分之 s呢 代表这个 哎 文件的 名字 文件的名字啊 我先有这样一个保存路径 好 第一个呢 我就用这个 My Dear Root 替换这个百分之 s 对吧 后面呢 我就 哎 这个百分之 s呢 就用这个图片的名字来替换 就是pic.name 好 这样的话 哎 我就有了这样一个保存的路径了 对吧 哎 保存路径了啊 OK 那么有了这个保存路径的话呢 下面我就可以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文件的话啊 我们给大家 哎 之前是不是讲的这个VSOP 是吧 VSOP 啊 然后呢 跟上一个叫做C4Path 然后里面呢 你要创建一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 它的一个格式 对吧 我们这个是 二进制文件 我就写一个WB啊 LB OK 然后呢 S这个 F 好 那么 有了它之后啊 现在我们创建好这个文件之后 我现在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要获取上传文件内容 并写到我们创建的文件中 那我们给大家说 这个对象呢 有一个方法 叫做 Trunks啊 它呢 是分块呢 给你返回这个文件的内容 那我就可以呢 不停的去便利它 F 我们呢 比如说我放 Content 进 我们的 PIC.Chunks 对吧 哎 它返回的返回 这是一个生成器啊 就不停的给你返回 这个文件的 内容 那我就在这里面 可以F.Write 哎 直接写上一个 Content 好 最后 我们使用这个 VS Open的时候 哎 这个 是不是文件不需要关闭 对吧 不需要我们关闭啊 然后最后我们下面呢 就可以呢 哎 到这里的话 我就把这个文件内容都读出来 并且写到我们创建的这个文件里面呢 哎 下面呢 就是在数据库中呢 保存这个上传的记录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往这个 PIC.Chunks 对应的表里面呢 去查一条数据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去导入这个PIC.Chunks From我们的 Book.Chunks .Models Import我们的PIC.Chunks 对吧 在它里面呢 我们就写一个啊 直接在这里面写的是我们的 PIC.Chunks D.Objects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方法 叫做 Create 就往这个PIC对应的表里面 加一条数据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哎 你看到啊 它里面需要一个什么数据啊 它只需要一个 BOOS PIC 对吧 是一个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的话啊 它路径是什么呢 我们就写上一个啊 比如说我就写上一个这个 BOOS PIC 哎 就是BOOS PIC 它应该等一个路径 哎 这个路径呢 就是我们的 Book.Test 斜杠 后面呢 跟上这个文件的 名字 我就百分之 直接写上一个百分之 PIC 点 内姆 对吧 点内姆啊 OK 哎 这它就往我们的PIC对应的表里面呢 加入了一条数据 好 最后呢 我把它进行一个 返回啊 进行一个返回 OK 那么 然后 然后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效果啊 直接在这里面点击这里面的刷新 然后呢 点开 点开之后呢 我就上传一下这个文件 哎 点 然后呢 点击这里面的 上传 OK 对吧 OK的话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里面 哎 是不是过来了 看到没有 哎 这就上传过来了啊 然后呢 你再看一下这个表里面 然后他哎 是不是这条记录也过来了 对吧 哎 这里面就是我们自定义上传文件的处理过程啊 其实呢 就这么几步啊 你注意 哎 第一步呢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表单 对吧 表单的这个method呢 设置为Pause的 然后呢 这个编码方式呢 设置为这个Marchupad from data 然后呢 你点击上传的时候 哎 这个地址对应的这个 试图环入里面呢 他就要去接收这个上传的文件 那我们说接收上传文件的话啊 首先第一步干嘛 首先呢 你先去获取这个上传文件的 处理 对象啊 处理对象 那么 将过呢 在处理这个上传文件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小 如果是 小于2.5之道的话 他就先给你放到这个 内存里面 如果是大于2.5之道的话 他就给你放到一个临时的文件里面 你通过这个 request.files 这个字典 根据一个名字 他会给你返回一个上传文件的 处理对象 你通过这个处理对象 你就可以获取这个上传文件的名字 还有呢 去读取这个文件的内容 文件内容 那么我们拿到这个处理对象之后呢 下面就是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文件之前呢 你先拼出这样一个路径 然后创建一个新文件 下面呢 就是不停的去读取这个上传文件的内容 写到我们创建的文件里面 好 经过这个循环之后 文件的内容 我们已经写到创建的文件里面了 好 后面 在数据库中呢 去添加一条上传记录 最终呢 直接返回啊 这是我们这个文件的处理过程啊 其实呢 你在这边 你看的话啊 他里面没有 就这么几步啊 就这么几步 OK 那么这个的话啊 上传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参考的资料啊 你比如在这边 找到这个将购语辩8.0这个文档啊 这个是网联了 好 这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文档啊 你注意啊 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呢 就是我们文件上传的文档啊 那么文件上传的文档里面 你看到啊 他这里面其实给你 告诉你呢啊 你注意这个 request.file 只有在这个请求方法为 post的 并且发送请求的form呢 它的inktype等于这个时候 是不是才包含这个数据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定义表单的时候啊 方法呢 必须是为post的 并且还要指定它的编码方式啊 然后再往下呢 他处理文件的时候 你注意 在这边 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上传文件的处理器啊 那么这个处理器呢 你注意他这里面 你打出来之后啊 他其实呢 有一个这个选项叫 file upload handle 那么这个处理器呢 其实两个 一个叫memory file upload 一个叫temporary file upload 就是一个呢 是内存 处理的一个过程 对吧 另外呢 一个是临时文件处理的一个过程啊 推移过程 那么这个你可以在哪 你可以在哪看到呢 这其实呢 也是我们 配置文件的一个配置项啊 你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给大家打印一下啊 他默认的配置就是这样的啊 比如我在这里面 我们 打印一下 我就随便在首页打印一下吧 直接就print 直接写上一个 settings点 他 我们可以呢 这个呢 我就 访问一下这个首页 给大家看一下 打出来这个内容啊 这是他默认的配置项啊 点开 看到这里啊 就是这个东西啊 memory file upload 的handle 对吧 还有这个temporary file upload的handle啊 这里面就 就是我在上面给大家列出来的啊 这就对应着这个将构 他在处理这个上传文件的时候 两个处理的类啊 一个呢 是这个 哎 内存处理的一个类 一个呢 是这个temporary 哎 处理的一个类 到底他用哪一个 是根据你上传文件的 大小啊 OK 那么 然后啊 这里面还有一句啊 就是上传文件 上传的数据在哪里存储 对吧 这里面我给大家刚刚讲的 也就是他在这里面说的啊 如果上传文件 小于2.5%的话 将构会把整个内容 存到内存啊 存到内存 哎 所以呢 速度比较快 对吧 但是 如果上传的文件很大 将构呢 会把它写到一个临时文件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过程啊 说的这个过程 OK 那么 这里面就他上传文件啊 这些呢 一个参考的一个东西啊 你可以在这边去 看一下啊 就这个路径啊 就这个路径啊 OK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比如说那个 file啊 upload handle 注意啊 upload file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它的一些属性 对吧 哎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啊 你看到 它除了有这个 trunks和内幕之外啊 就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 哎 给大家说的啊 你通过这个 request.files啊 这个字节面给你返回的 要么是这种类型的对象 对吧 要么是这种类型的对象啊 但是它俩无论是哪一个啊 它都是upload file这个类的字类 那么这个类里面有哪些方法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upload file.name 这个呢 是获取以上传文件的名字对吧 然后下面还有个叫做size 哎 这个呢 就是获取这个上传文件的大小啊 大小 然后啊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叫做trunks对吧 trunks呢 一个生成器返回文件的块啊 就是这个值返回的是一个生成器 就是返回这个文件的块啊 文件的块 OK 那么然后呢 它这里面还有这个read啊 还有这个multupytrunks啊 这个read是什么意思啊 从文件中读取整个上传的数据啊 但是让你小心 如果上传文件巨大的话 你尝试把它读到内存里面 可能压倒你的这个系统啊 所以你不要用这个 那么 然后这里面还有叫做multupytrunks啊 如果你上传的文件足够大 需要在多个块中进行读取返回 true啊 返回true啊 否则的话返回 false啊 那么最最好的一个写法呢 就是直接在这个trunks上进行一个 循环啊 而不是呢 去使用这个read啊 OK 这里面是它的一个里面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啊 把它还是放在这个上面啊 放在这上面 OK啊 那么这个里面啊 你一定要注意去看这个文档啊 就是我从第一天上课啊 我就让大家 你一定要去学会去看这个文档啊 学会去看这个文档 因为所有的内容 其实在文档上面的都会有一个介绍啊 都会有一个介绍啊 OK 我们在这里面是把这两个链接 给大家附在这个后面啊 我们在这里面是把这两个链接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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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下来的